新北市政府为了要帮助家长们来了解幼儿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运用了无名师的捐款 制作了两万五千份的育儿宝贝袋 要赠送给新生儿的家长们 要让爸爸妈妈能够利用带中的多项工具 来观察自己孩子的发展程度 老一辈的观念都说 大嫁给满腿 以致有些幼儿的发展出现迟缓 却错过了黄金治疗的时机 因此新北市政府特别运用大善人无名师 每年捐赠的两千万元中部分善款 制作了育儿宝贝袋 希望能帮助新生儿家长 借由各项检测工具 更加了解孩子每个阶段的发展 靠着我们的检测工具 不管是我们的教具玩具 来找出我们的孩子 到底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一部分比别人的认知 动作 语言 情绪 感官 到底有哪一个部分 比别人 慢了一点点 恩主公医院 儿童发展早疗中心主任 林宏奇表示 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运用育儿宝贝带中 八种适合 零到六岁发展检测工具 包括手摇铃 促绝球 积木等等 与幼儿进行互动 了解孩子在感官 语言 动作 情绪和认知等五大发展知能 家长可以就是一边跟小朋友 使用这些教材玩具 一边做互动 那也观察小朋友的一些发展的状况 再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检合的表 那来看看小朋友 观察小朋友各个发展 是不是符合这个年龄 我们这个宝贝现在是虽然还小 但是将来都是一些很实用的东西 像是沙林啊 我们那些触绝球或是积木等等 就觉得也蛮感谢说 有准备一个这样一个很基本 很重要的一些育儿的小工具在里面 新北市社会局指出 新北市108年 共完成筛检20万2369人 其中筛检异常的儿童有2174人 异常发展率为1.08% 因此希望家长多加留意海统发展 而从8月1号起 只要到各区护镇事务所 办理新生儿涉及及出生登记 就可以获得育儿宝贝贷 记者声评这门期 新北市采访报道